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美国的文化和对美国的社会是一个威胁 我个人的感觉表面上看呢 会是个威胁 短时间内是个威胁 因为人家要挣钱 然后人家 这个北京的大老板们就是有钱 所以用钱可以买掉一切 包括很多演员 那包括他制作公司 但是马云说了一个很关键的一句话 说美国人会讲故事 其实中国人最会讲故事 对中国 美国人的历史才两百多年 中国人的历史五千多年 那故事根本讲不过中国人 但为什么美国人会讲故事 美国人会讲人的故事 共产党只能讲鬼的故事 就这么点区别 如果说大一点 美国人有这个自由的氛围和环境 去讲生命的故事 讲人的故事 我们看包括像金色池塘 美国黑帮 这些无论从正面和反面 都在讲人的故事 如果讲生命的故事 那美国人讲包括外星人 包括宗教信仰 他包罗万象与人的生命相关的 所有的故事 他都会讲 共产党 那作为中国大陆讲什么故事 必须讲党的故事 你不讲党的故事 他中全部不让你通过 我觉得这是关键所在 对吧 你要想讲传统的故事 他说你要封建迷信 这是关键的东西 所以作为马云 去跟斯皮尔伯格合作 要讲美国人的故事 还是讲中国人的故事 还是让美国人去讲中国人的故事 其实里面太深了 就像我跟大家说的是 如果在张艺谋 如果在西子湖上 去跳天鹅湖 你就已经知道这不行了 有些朋友说无所谓 对不对 穿百家衣吃百家饭 这个百家齐名 无所谓的 不是的 什么场合说什么话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关键所在 对不对 那人说 我记得可能有那么个事 说这个在喜事 这个办喜事的当中 有人去送花圈 那就是打架 道理是一样的 对吧 在一个正常的场合下 你不能穿着背修裤衩 那你到了这个海边 你穿着一套西服 这事有毛病 人一定认为你有毛病 要不然你有大事 要不然你就有毛病 审时适度 那在什么场合 什么环境 做什么事 办什么事 这是关键所在 那在威 在中国的环境中 一样 当在中国的环境中 扼杀人的灵性 否定人的信仰的时候 它本身就意味着 只能讲高级动物的事 讲高级动物的事情 当触及到文艺作品当中的时候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对吧 我觉得这是关键所在 如果你不信 每年有很多中国的代表团 来到海外去演出 有唱歌的 有跳舞的 什么样都有 但外国人的眼睛里 唯一能够记住的 中国人出来的东西 杂耍 耍杂地 杂耍是技巧类 任何其他东西 他认为你没内涵 根本没人看 我不知道多少朋友 能够理解这内在东西 那是中国人 今天中国人的耻辱 而历史上的故事 花木兰 对吧 美猴王 外国人都喜欢看 那中国人在 现在中国人去演呢 除了炫目的那种 布景和技巧之外 却无力探索内在的真谛 这就完蛋了 所以这是我说 在我的眼睛当中所看到的 这是一种变化的过程 法国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李克强在澳门游大三八 结果警方四小时之前疯场 好像人人都要暗杀他 这是关键所在 总理李克强11号 继续他在澳门的行程 那游览澳门著名的景点 大三八时 警方提前四个小时封锁现场 赶走游客和市民 明报引述了澳门居民的话说 领导人来澳门视察 偏偏要搞的 好像人人都要暗杀他一样 苹果日报形容说 大三八一带形成 形同戒严 又发现能够接近李克强的 所谓游客和市民 都是被经过安排的 人人胸襟上都扣了一个编号的金章 配个标记 没有标记的不让进 这个猫了狗了的 你看现在养动物的都带个小牌 能靠近李克强的 他就这样 为什么 他不知道谁是他的敌人 不知道谁要杀他 在中共体制下 今天的环境中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对 对 那另外一件事情 我觉得表面看起来没有关系 实际是有关系 香港立法会的议员们 利用宣誓的时候 向中共抗议 这里说 他说的是向中国抗议了 我们看到照片 梁复恒 这是新生派的 范敏鲁派的议员 年轻人 他在这个宣誓 宣誓期间 就是立法会议员 宣誓就职期间 展示了香港不是中国的蓝色条幅 在誓词中加入了香港民族等字眼 201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雨伞运动的时候 还没有这种说法 2016年 两年之后 却是这种直接了当的做法 香港走到今天 香港立法会当中 香港社会的动荡过程中 是曾庆红 江泽民家族 刘云山 张德江 中联办 港澳办 梁振英 一手造成 他制造的麻烦 是挑战 习近平 王岐山 而最终麻烦的结果 变成了 香港的 包括政界的新生力量 直接对立 今天的中央政府 这正是梁振英 和刘云山 他们想要的结果 所以呢 而这种结果 又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任何一个 保持人性的人 他只能向中共说不 但作为向中共说不 他不会跟你分那么清 中国是中国 中共是中共 所以大家想过没有 这种动荡的来源 这种动荡的本身 是中共自己造成的 而中共本身 却会在这种动荡中 把中国社会 带来真正的动荡 而他们之间的权力搏杀 权力斗争 也自然在这种氛围中 根本不可能休止 最终一定出一个结果 伊利哈梦 我们知道 昨天获得了 素有人权诺贝尔奖的 这么一个颁奖仪式 来自于瑞士 中共是西方向敦监狱的 维族学者 伊利哈梦 颁人权奖 中共外交部指责 伊利哈梦公开 将恐怖极端分子 称为英雄 已被中国司法机关 判处分裂国家罪 与人权毫无关系 发言人在星期二的 新闻列会上讲 伊利哈梦利用教师身份 拉拢诱惑一些人 形成团伙 出境参加东突分裂势力 等等等等等等 是这么讲的咯 对吧 你知道 我跟你说一个概念 一个有权有势的男人 强奸了女人 对吧 但是这个法庭呢 因为他有权有势嘛 法庭也属于他的 那被这个女人反抗家里去 告到法庭当中 但法庭判处什么 判处说这个女人 你为什么长得这样 你诱惑了这个男人 使得这个男人失去了自己 对不对 你的长相 给社会带来了 不稳定因素 你的长相促成了 这件事情的发生 罪病在你 伊利哈姆的罪责 就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邪恶 一定是穿着西服的 目的是脱了 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这么个表现 好 戴着金丝眼镜的流氓 是流氓的流氓 穿着西服的流氓 是比光着身的那流氓 流氓多了 就这么回事 川普这件事情 带来了很大的轰动 川普在第二次辩识辩论之后 大幅度落后了希拉里 包括他共和党的支持者们 纷纷离开他 美国之音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官员 称川普将是危险的总统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 高级专员叫做扎伊德 星期三讲 如果川普成为 美国下届总统的话 从国际事业来说 他将是一个危险的总统 他对弱势群体 和使用酷刑的一些言论 令人极其不安 那这种声明 作为联合国官员 直接来表达他的关心 这是很少有的 因为美国选总统 是美国自己的事情 对吧 那而川普的言论 他的说法 他的做法 给整个国际社会 带来动荡和不安 这是显而易见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